一日,早上九点钟,顾芒准时出现在京城影视城,圣天的助理小周在影视城入口等着,看见顾芒,眼里满是激动。 顾神,好久不见。 速度挺快,他有宝宝了。 结婚的时候给您发了请帖,可您没能来,听过他今天特地让我跟着,见见您。顾神,咱们先进去,边走边说。 小周原本在休产假,听圣厅说今天顾神会来,他便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见顾神。 圣厅看见两人上前几步,身体微微后仰,细细打量着顾芒,眼底的惊艳遮掩不住。 我去,大佬,你这要进了娱乐圈,不得让娱乐圈翻天覆地啊。 两人已经快有两年没有见过面,女生还是那么喜欢黑色,衬得太特别白。 MV露脸,圣厅和小周脸色同时一样,只顾着高兴这位大佬答应拍MV。 可却忘了MV发布之后,这张脸会以怎样的爆炸模式席卷整个娱乐圈。 天哥,我觉得肯定会有特别多的经纪公司找上顾神。 不管了,他长这么好看,粉丝看着也开心,我为全国人民谋福利。 顾芒能来,早就做好了准备。 娱乐圈跳舞的那一年,是他最满意的生活,他有些想念。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银行卡快被掏空了,得出来赚钱。 盛丁的吸金能力,娱乐圈没人不服,演唱会场场爆满的人。 这次他的收入,他可以拿一半。 结果多远的明天。 Maybe we just so down,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月再次纵上,呼吸独再碰撞, 把心当骨手掌,任现在的目光, 享受着补调摇晃,被看着。 手保护你的腰,不会碰到你的背, 我手握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 如果你很信任,我手带高原地转个圈, 反正都丢掉像红灯片,让我们站在舞台的中间。 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 自然跳起像中转二群的伦巴, 一起跳到下一个望眼,到星星不满天, 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 必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 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 无线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 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累下。 Maybe we just so down, Anyone but so long, 当音乐再次纵上, 呼吸独再疯狂, 把心当骨手掌, 任现在的目光, 享受着补调摇晃, 我不会显然。 你忘记美好的幻想。 舒的, 他寒凉的眸底顿中, 不远处的门口, 鹿成舟单手插兜, 胸懒随意地站着。 有事, 先走了。 盛天一冷, 正要说些什么。 女生已经转身, 不急不徐地朝门口走。 到了门口, 她停下来, 盛天睁睁望着, 女生和男人说了几句话, 男人把臂弯的西装 披到她的肩上, 和她一起离开。 背影是她不想承认的般配, 真不冷。 她也不习惯穿别人的衣服, 鹿成舟拼过脸, 望着她西装下的红裙, 往上, 锁骨精细漂亮, 脖子在红衣的映尘下, 白的发光, 血管都清晰可见。 她黑沉沉地眸眯了眯。 刚才她和另一个男人 跳舞的画面闪入脑中, 眼底划过一抹危险。 头一次见女生 穿得那么练艳的颜色, 当时看直了眼,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回过神的。 也许是在她和另一个男人跳舞的瞬间, 她眼睛被刺了下, 将过去把那男人一脚踹开的冲动压了下去。 她握住她的手, 第二次。 脸啊, 胳膊在外面露着, 室外温度十来度, 不冷啊。 陆成正, 你想干什么? 喜欢我? 不够明显吗? 十七岁? 会长大。 我去换衣服。 离开影视城, 两人驱车直接去陆寨。 老太太第一次见到顾芒, 就把陆成洲盯在 尽色起义的耻辱柱上。 姑娘长得太招人疼了。 顾芒坐在软椅上, 给老太太把脉。 威服得很好, 装成药比的, 调养为主。 顾丫头, 今晚留在宅子里吃饭吧。 陆成洲的心思太明显了, 毫不遮掩的。 老太太这样的人 不会看不出来。 吃饭的事不用您操心。 十点的飞机不能耽误。 谢谢老太太。 辛苦你跑一趟了。 我送你。 陆成洲拉开副驾驶的门, 然后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慵懒得窝在座位上, 点进游戏。 先去吃饭, 想吃什么? 随便。 有家甜品库挺不错, 都是小吃, 去吗? 可以。 说是甜品库, 却是在市中心黄金地段, 位置绝佳, 装修别具一格, 门庭若市。 陆成洲的手机, 这是响了一下, 可一度来的, 他也没避讳, 直接接通。 诶, 陈哥, 你蒙那边啊, 又接咱们的二个, 这次走到市场下隔。 陆成洲愣了半秒, 没怎么弄明白这是, 阴色寡淡。 知道了。 诶, 陈哥, 你说这啥心狂啊? 现在你们办事, 都平静静说分了。 挂了。 顾芒已经拿着勺子开吃, 眉眼仰着, 表情懒洋洋的。 看来挺喜欢这味道。 你们老师又给我发成绩单了, 这次连语文都零分。 成绩比他的人还漂亮, 不整齐吗? 全考零分, 问我不整齐吗? 强迫症? 怎么不都考个卯分呢? 考试虽然不上, 可这心态比学霸还稳。 以后每周末来喜功, 我给你补习。 你给我补习, 确定不会以功谋私? 你猜? 把我当斯文败类房啊。 吃完饭, 陆成洲送他到机场。 晚上先住这儿。 男人骨节分明的手指尖夹着一张黑金卡。 喜功的, 顾芒看了他一眼, 黑眸有几分不清不明的深意。 见他不接, 陆成洲拉过他的手, 放在他的手心里。 侧卧上次情仿和喝一度主播, 你是主播。 顾芒眉眼低垂, 万不惊心地瞧着这张黑金卡, 脸上没什么表情。 谢谢。 陆成洲手臂随意地搭着方向盘, 笑望着等他下车, 才掉头离开。 背包里的手机忽然响了几声。 他边走, 边拉开拉链, 翻出扣重的翻盖手机, 戴上耳机。 爷, 那位中医是不是你朋友? 嗯? 那你名单咱们没接, 这方找上别的组织了, 来头挺大, 那神医要是你朋友, 让他最近必必疯他了。 知道了。 两年前, 中东那边爆发了一场新型病, 传播速度很快, 比较棘手。 他在那边待了挺久, 留下了不少痕迹。 情报组织想查, 肯定能查到。 西医治不好的, 一定会有很多人找上中医。 中医虽说不被世界承认, 可有些人却不能不相信中医的妙处。 至于能不能找到他的身上, 就得看他们的本事了, VIP候机室。 里面很安静, 只有他一个人。 女神手指快得眼花缭乱, 小小的屏幕上一连串的复杂编码。 很快, 显示出一张图, 上面无数个闪烁的红点。 她的行踪已经有人提前磨呢, 坐了无数个混淆视听的位置。 窝在沙发里, 孤芒漫不经心地支着脸, 挑唇一笑, 又邪又掩。 凌霜的语音这时候过来。 顾小妹, 我找了顾四, 消息一传出来, 我直接和顾四处理了, 那会儿你手机打不通。 那小子技术又进步了, 几分钟的时间, 就把对方情报网都给黑了。 想恢复, 估计够呛。 而且顾芒的资料, 你将全被顾四那个妖孽, 毁得干干净净。 超高之声, 神仙姐弟。 在路角, 给老太太复诊。 她听到手机响, 没顾上, 后来给忘了。 不请登机。 停。 喜功。 顾芒刚推开鹿成洲这边的门, 男人的电话便打到了她的手机上。 到了。 顾芒摁了一声。 我房里有新的雨泡, 去洗个澡, 早点睡。 她说一句, 顾芒应一句, 倒是挺乖的。 挂了电话, 那双手十指飞快地在键盘上动作。 最后, 页面停留在一张情报资料上。 女生胳膊撑在腿膝, 追着下巴, 懒懒散散地望着。 男人经常出现在新闻频道。 一双眼锋利如鹰, 五官硬朗, 不怒自威。 正是K国的领导人。 难怪能动用那么多人。 不过, 没有消息听说这位领导得了什么病。 他找他想干什么? 顾芒谋底思考了几秒, 没什么结果。 随便在键盘上按了几个键, 切到游戏页面挂着。 他站起来, 去鹿城州房间里找了新的浴袍, 走进浴室。 洗完澡, 他将毛巾压在头顶, 又坐回电脑桌前。 盯着游戏界面, 却不大有兴致玩。 扫过不远处的书架时, 他起身走过去。 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外文原版书籍, 都是非常珍贵的典藏版, 还有一些外文。 抽了一本英文的, 过猛身形一歪, 靠在书架上, 挺无聊地看着。 女生表情像是在看中文, 流畅得不行, 几乎是一目十行。 没多久, 他便翻了一眼, 看了一小会儿, 过猛眼睛稍微有些卷, 捏了捏眼角, 他将说放回去, 进了卧室睡觉。 顾小姐, 我是秦瑞。 有声? 是有件事情想麻烦顾小姐, 顾小姐现在方便吗? 顾毛抿了抿唇, 看在他昨天半夜接他的份上, 大摸得摁了声。 是这样, 我妹妹最近实习出了点小毛病, 看了西医很长时间, 吃钥匙的脸子发黄, 还是毫无作用, 现在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谁让你来找我的? 是我堂哥秦胖, 他说西医对面没有办法, 可以找顾小姐。 顾小姐您此前治好了陆老夫人的晚疾, 医术很好。 顾小姐, 能麻烦您帮我妹妹诊治吗? 您放心, 报酬方便您开架。 电梯到了一楼, 其他人也都没有说话, 先后走出去。 我回趟学校, 女上神来接我。 到学校门口, 一辆白色卡印停在路边, 秦瑞看见女生出来。 顾小姐。 顾萌微微汗手, 弯腰钻进车里。 秦瑞的司机眼睛往后是近瞟了好几眼, 女生长得特别好看, 懒懒散散散地窝在座位, 浑身透着漫不惊心的眼, 气场很强。 病症有什么表现? 正装, 还是由我妹妹告诉您吧, 我不方便说。 顾萌掀了掀眼皮, 摁了一声。 秦瑞是空降来的明城, 住的地方是上头安排, 和雷霄那栋小洋楼在一个小区。 等了约两个小时, 房门从里面拉开, 顾萌走了出来。 顾小姐, 怎么样了? 去老乡。 秦瑞跟上他, 秦夫人离开前往房间里看了眼。 见秦瑶之站在电视面前, 跟着电视里面的视频学舞蹈, 命传, 目光发沉。 他看不太清楚视频里的那一男一女的脸, 可是舞蹈风格有些像秦瑶之喜欢的盛听。 秦夫人, 秦瑶之她已经十六岁了, 她有脑子, 不是末。 秦夫人脸色微变, 垂下眼把房门一关, 跟着顾萌下去。 女生走到大厅, 姿势散漫慵懒地曲着腿站着, 从兜中掏出一张便利贴, 干净纤细的手指夹着递到秦瑞面前。 我明天就去买药。 顾小姐, 药汁的病大概需要多久才能好。 把药吃了, 四十八小时之内。 秦瑶和秦夫人亲自把顾萌送到门口。 顾小姐, 现在这个时间, 您还回学校吗? 顾萌看了眼时间, 寝室门十一点半才关, 还有一个小时。 我送您。 秦夫人, 秦瑶之友自残倾向, 你知道吗? 啊,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都不敢相信, 我妹妹竟然会这样? 毕竟二义, 要不了你, 她的出生自己决定不了, 死亡可能。 秦夫人慌得发抖, 受不自觉的钻戟, 心里却气得想哭。 不就是让她学习, 学习能有多累? 不让她去跳那种舞, 她就有轻声的念头, 对得起谁啊? 哪个孩子不是这么过来的? 不就是, 谁没有崩溃的时候, 稻草很轻, 可少了她鸭子骆驼, 你觉得只是不让她跳舞, 似乎不止。 秦夫人敏纯, 保养精致的脸, 因为心虚恐惧, 微微抽搐。 我吃得了疫情, 就不了想自杀的人。 女生说完, 往车那边走。 妈, 你先回去。 她扔小话, 走过去, 亲自帮顾忙拉开车门。 雷霄足足在树后面, 等了两个小时, 看着秦瑞的车开出小区, 脸上布满震惊, 眼神直愣愣的。 啊, 连秦夫人那样的情城明园, 都对顾忙那么宫敬。 还有秦瑞, 仅仅亲自给顾忙开门。 我一直以为顾忙, 整着那张脸胡作非为, 结果却看到这么一幕。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以秦瑞的地位, 顾忙值得她那么第三下司啊。 秦家, 秦夫人亲自煎好药, 用药中装好, 端过去给客厅里的秦瑞。 妈, 你这是, 你端上去给你妹妹。 秦瑶芝今天没打游戏, 拼命地在微信上反顾忙。 姐姐, 你帮我老师吧, 我想去跳舞, 你太爱了。 姐姐, 我知道你是谁了, 上天以前的编舞师, 顾神。 我去, 你也太低调了。 是我为徒吧, 姐姐。 姐姐, 几十条消息发过去, 卑微的步行, 可顾忙呢, 理都没理。 秦瑞照旧敲门, 等了几秒钟才推开, 就看到秦瑶芝 还是那个盘腿 坐在大窗中央的姿势, 拿着手机, 似乎在给谁发消息, 中药味道又浓又苦, 几乎在秦瑞进来的一瞬间 就布满整个房间。 小枝, 这是顾小姐开的药, 就一碗, 你晚上喝了。 姐姐, 我哥哥把你开的药抓回来了, 你酱好了。 秦瑶芝得意的扬眉, 这不是理了, 秦瑞见秦瑶芝 低着头玩手机, 还挺专心的, 但女生的表情 却是前所未有鲜活明亮。 何时聊天啊, 这么开心? 不忙? 女生简简单单两个字, 秦瑞却惊愣地待在原地。 这半年来, 瑶芝几乎很少和他们说话, 整天在房间里闷头打游戏, 一天都说不了几句话。 现在, 竟然主动回答她的问题。 哥, 我想去上学了, 明城中学, 高三二十班。 我非要缠着过忙当我的老师, 叫我跳舞。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去上学啊, 不回京城, 去明城中学, 高三二十班。 那天晚上, 过忙给我发了MV之后, 我去任京城那边的朋友, 帮我查查过忙到底什么人, 结果很惊喜, 很意外。 我一定要过忙当我的老师, 叫我跳舞。 你变好了, 长点肉, 我就让你去。 秦瑶芝学习很好, 跳了几级, 十五岁就上了高三。 后来休学在家, 耽搁了半年多。 别骗我。 怎么? 连你哥我都信不过了。 哥呢? 我还是信得过的, 可是妈妈那边, 我不会同意的。 放心, 妈那边我去说。 第二天一早, 秦瑶芝正在刷牙, 秦家庸人竟来收拾 秦瑶芝房间里的垃圾。 看见秦瑶芝洗手间垃圾桶 有血迹的纸, 又惊又洗。 半年没来立架, 血色有些发黑。 庸人看着, 却激动得很。 小姐, 你立架来了呀。 秦瑶芝擒着牙刷, 含糊不清地呜了一声, 语气都是轻松的。 庸人麻利好的收拾好垃圾, 乐呵呵地快步跑下去, 将这事告诉秦夫人。 秦夫人几乎喜极而泣。 看着女儿吃了半年的药, 黄体同步提, 连避孕药都吃过, 为了刺激磁性激素。 人是被那些成堆的药 折磨得越来越消瘦, 可偏偏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总算是好了, 这个顾芒的医术 是真的厉害, 才十七岁的小姑娘。 妈, 有事和你商量。 怎么了? 我想让姚芝去明城中学, 顾芒那个班。 好啊。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我没事。 那妈, 你这是…… 我这两天好好想了想, 姚芝的确长大了, 我不能老是强加我的思想在她身上。 她这个年龄, 思想应该是自由的。 雷霄那边查秦瑞和顾芒的关系, 什么进展都没有, 两个人怎么看都像是刚认识的。 可刚认识的话, 顾芒为什么去请人? 继续查。 挂单电话, 她看了眼时间, 已经快十二点了。 起身, 换掉身上的制服, 走出办公室。 回家的路上, 经过新光广场。 新光广场前面围了一堆的人, 连主干路都堵得水泄普通, 车辆难行一步。 新光广场今天有什么活动啊? 哦, 听说今天盛听发新专辑, 发布会卷在新光广场, 盛听会出场的, 市里面的大学生没课的基本都跑过来了。 盛听是那种一年只发一首歌, 但每一首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已经发布, 绝对席卷各大音乐榜单, 歌坛顶流天网, 火得无人能及, 新光广场里传来倒计时的声音。 十, 九, 八, 快十二点了, 新光广场的商场大楼大屏幕, 会在十二点整点播放盛听的MV。 一, 大屏幕上出现盛听新歌MV的风味。 我把这波音摸明天, 我去, 这是谁啊, 哪个公司的新人吗, 颜值也太可以了吧。 不知道啊, 网上一只美女主角的消息, 大家都是今天才见。 雷霄眼里满是震惊, 半天反应不过来, 呆滞的望着大屏幕, 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动用了不少关系, 才跟顾英送进明城中学, 顾芒却带着孟金阳进了学校。 在天下军门口碰见顾芒, 还有威胁我不许再骂顾芒的那个气场强大的男人。 秦家警告不要再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秦为几次接送顾芒? 圣经MV的女主角? 雷霄僵硬地坐在车上, 表情恍惚无神。 与此同时, 圣经工作室一条微博登上热搜。 欢迎我的编舞师, 顾芒归来, 感谢他出演我的MV。 微博炸了, 明城中学也炸了, 他们甚至都忘了, 是怎么将MV看完的。 偏偏大佬趴在桌上, 戴着耳机若无奇事地睡觉。 我发誓, 女后盲姐说啥我都信。 卧槽, 原来大佬就在身边, 多少人都是因为盛听了舞才对她迷得不行, 结果编舞师就在我们面前? 哎呀, 我也是。 洛阳想起自己说, 顾芒拍盛听MV是做梦的话, 嘴角抽了抽。 我认识圣天的朋友, 四手五入, 我和圣天是朋友? 孟金阳扑得笑出声, 看着顾芒莫明特别骄傲, 不知二十班气氛诡异, 其他班级同样如此。 谁都没想到, 圣天的MV女主角会是他们学校的倒数第一, 顾芒。 各大学生群里议论纷纷, 论坛被顾芒MV里的截图刷屏, 啊, 卧槽太帅了, 简直一报了。 啊, 死了死了, 这简直就是我们明成中学的牌面啊, 太帅了。 我去, 这舞蹈太矮了, 舞蹈是够忙便的吗, 大佬这么低调的吗? 儿章石头, 现在就自己能够忙, 怎么在วก书才ς作怎么改变官司, cocktail熱心都在前头跟往的呼吸。 这鬧客房就是養品,